我連童吳都沒有去 然後莫名其妙被人家罵 被人家說什麼打人 所以就覺得很願望就對了 我覺得說這次的事情 不管什麼樣我都必須跟童吳人 童吳的鄉親報的線 無論如何這次的事情 可能有造成他們的恐慌 報告說我沒有他們動手 這個事情也是不對的 對 所以我覺得說 這次向童吳的鄉親說的對不起 不好意思可以問一下嗎 你們是在澎湖為什麼要打人 有要解釋的嗎 你們在澎湖是有動手的嗎 澎湖六人圍 圍歐六人圍照 這是我們3月26號拍的照片 然後你們拿來發文 回台高調體驗 我個人的社交帳號 都直接被網友們 那種時候每天起床 然後幾百個訊息這樣子走住 我連童吳都沒有去 然後莫名其妙被人家罵 被人家說什麼打人 所以就覺得很願望就對了 對啊 那個時間點 原本我們一群人是要去吃飯的 想說因為我們出發時間 其實有的先出發 然後像我是比較晚出發的 然後可能我們就行進去該路段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氣比較慢 我想說那時候前面什麼都會有喇叭聲 然後看到一台白車 就是好像開比較快 對 然後想說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行車糾紛之類的 這個我不清楚 想說我就騎慢一點 就慢慢騎過去 結果往前騎的時候 到白車的旁邊的時候 剛好我前行的時候 白車突然衝突出來 然後有去撞擊到我 然後那時候 他們就是有發生一些糾紛 那其實當下的狀況我也不清楚 然後就是後面的片段就是 欸 有錄到說 動口罩人的部分 對 那這部分其實我也沒有猜到 但是 在我後來聊天 好像是前面的時候 那一台白車 就有一些B車的動作 對 這是我聽說的 那其實 具體的片段 還是要等監視器畫面出來 因為這個事情 其實 我也是受害者 畢竟我是被撞擊到的 我也沒有動手 那我相信說 監視器畫面其實都拍得一清二十五 這個東西到時候 畫面一出來 應該就可以證實說很多事情 但是當下發生的時候 你們是有要 請他下來 躺 對 那時候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好像是先叫他下來 結果他沒有下來 然後他們就好像有點 覺得說 他 可能要照逃 所以他就把他拉下來 然後結果後面那件事情發生 你說你那時候撞到 是倒下 沒有倒下 他就直接衝撞到我這邊 然後這邊是擋住 然後腳剛好有穩住 就變成說 裡面的話 可能是有點受傷 因為彎的話 也不能彎得很完全 就是有點挫傷 擦傷這樣 我覺得說這次的事情 不管什麼樣 我都必須 跟童巫人 童巫的相親 道歉 無論如何 這次的事情 可能有造成他們的恐慌 報告說 我沒有他們動手 這個事情也是不對的 對 所以我覺得說 這次向童巫的相親 說個對不起 你會不會有的 你會不會有的 也會不會有的